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 伊梦黄梁 不抢 回空 第576章 贫僧带你走走 刘北军一冷 再看看关闭的寺院大门 以及漆黑的夜色 不知道为什么 白天让他恐惧的大白狼 现在反而让他心里暖暖的 安全感满满的 那一瞬间 累积了无数的愤怒 还有怨念 瞬间全无 剩下的只有疲惫 还有轻松和安心 于是疲惫袭上心头 就那么靠着墙 坐在那儿睡着了 他却不知道 他睡着之后 一张毯子披在了他的身上 随后一身白色僧人 坐在他的边上 直到天亮 僧人才起身离去 你知吧 他都快醒了 你咋回来了 他都不知道 你对他的好 肯定不会感激你的 你这么做 起伏白做了 松鼠从菩提树上 跳到方正的肩上 不解的问道 方正笑道 做什么事都想着别人感激 太累了 想做就做 至于别人怎么想 那是别人的事情 至于刘北军师主 他应该感谢的 是他父亲刘洪元 是他父亲把他养大成人 给他吃住 送他上学 给予他一切能给予的 贫僧这点小恩小惠 在父爱面前 不知一提 松鼠挠了挠头 这话说的有点绕啊 不过有一点他明白了 做事的时候 还想着得到什么 会很累 刘北军醒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边上的毒狼 趴在那打着哈气 昨天看毒狼还有些怕 有了昨天晚上的陪伴后 刘北军反而觉得 毒狼是一纸四里 最好的家伙了 刚要说什么 毒狼抬起爪子 就指了指寺院里面 刘北军这才发现 大门开了 一个扫把放在自己的身边 刘北军顿时从温暖中 跌落了现实 果然呢 还是一个打工的命 不过为了早餐能吃到饭 刘北军还是赶紧拿起来扫把 扫起了落叶 一边扫 一边嘀咕 这坡树 每天都掉这么多叶子 怎么也不见掉光啊 怎么还这么郁郁郁郁的 真奇怪 不仅刘北军觉得奇怪 方正也觉得奇怪 作为一棵树 你掉水树叶了 这很正常 但是像他这院子的菩提树 这么勤快的 他也是头一次听说 也是头一次看到 这要是换作其他的树 就算掉成方正这样 最起码红孩那样 那是没跑了 而且方正观察了许久了 这菩提树的叶子 似乎越来越漂亮了 枝干也是越来越粗壮 方正估摸着 菩提树每天吸收寺院里的院里 香火气 它本身应该就发生在 某种悄然的变化 至于最后变成什么样 那就无从可知了 摇里摇头 方正懒得多想 没多久啊 饭就出来了 刘北军再次赶上了饭点 跟着独狼屎狼屯宴吃了早餐 然后立刻拿起了扫把 就冲了出去 将落下的几片叶子 给处理掉 他算是发现了 即使清理掉的落叶 可比他等一会儿再扫 那可轻松多了 眼看着刘北军越来越勤快了 抱怨也少了 也不想着跑了 方正微微点头 知道寺院能够给予刘北军的东西 不多了 这一日 刘北军正在扫地 方正忽然来到了刘北军身边 然后说道 想下山吗 能下山吗 刘北军反问 方正点头道 你自己不行 不过贫僧要出去一趟 你要是愿意 可以随贫僧出去走走 刘北军呢 那一听眼瞬间就亮了 现在做梦都想下山 不过刘北军还是警觉地问道 下山可以 我不去学校 可以 方正点头 刘北军顿时就笑开心了 屁颠屁颠地跟着方正下山去了 路上 刘北军跟在方正后面 好奇地问道 方正住持 你为啥不让我下山呢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上学呢 方正反问 刘北军说道 我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 老师讲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 啥也学不会 每次考试都是后面的几名 你说学着 我上学有啥用啊 反正也考不上什么大学 我感觉上学就是浪费我的生命 有着时间 我干点别的不好吗 那你想干什么呀 方正继续问 刘北军想了想 然后说道 嗯 我也不知道 不过 干啥都比上学好吧 方正说道 不上学的孩子呢 无外乎几条路 要么进工厂 没日没夜地打工 要么留在村子里 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武农 当然也有努力开公司打拼的 不过这需要一定的家庭基础 你没有 所以跟你没什么关系 这样的生活 你真的喜欢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 只是相对于上学来说 我宁愿在外面吃点苦 再说了 也不是所有人都一事无成吧 那么多没上过学的人 都成了大企业家了 那么多上过了学的人 还不是回来给他们打工 刘北军倔强地说道 方正笑了笑 没说什么 有些事情不经历过 说什么也没有用 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去想一个问题 成功或许有偶然 或许有风口上的猪 但是 当条件相同的时候 上过学和没上过学 真的是在同一个旗袍线上吗 刘北军以为方正不信 马上的说道 我听一个矿上工作的大哥跟我说 他们矿上就招几个研究生 还有博士呢 结果那几个逗逼进了矿山后 干点啥都拿个笔和纸 在那写写画画的 算来算去的 什么角度啊 高度啊 可天啊 都逗逗逗逼了 我大哥说 那些玩意儿 根本就不用那么麻烦 过一眼就知道该怎么做 怎么处理 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方正监这小子还来上劲了 终于开口了 问道 你那大哥 在矿上多少年了 一直从事什么工作 那些学生来多久了 他好像就是负责运输这一块的 就是弄什么插车之类的东西 他去矿山十多年了 一直干这个 那些学生应该是去矿山一年多吧 咋啦 刘北军理所当然的说道 方正道 十多年了 一直在岗位上 凭借经验的确可以做到这样 这是能力变成了本能 刘北军仰起头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骄傲的 他认为这是方正认可了他的说法呀 方正继续道 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从书本转换为真实的器具 他们没有十多年的经验 有的只有知识 他们或许技术上不如你大哥娴熟 但是只要他们足够严谨 利用他们的公式 还有计算方法 至少可以很好地完成他们的工作 你大哥技术无他 但手输耳 这些学生只需要时间就能达到 但是这些学生会的 你大哥却不会 这就是差距 本集播讲完毕 我可以做一个小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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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可以做一个小学生的 我可以做一遍